叫人来 叫人来 远景紧急呼叫支援 半夜12点多 执行发现这栋民宅 竟然传出球棒敲击声 呼救声 楼下还停了一辆轿车 觉得怪怪的随即上前蓝茶 很便我看看吗 你口袋可以找我看看吗 面对远景询问 陈南超淡定 拉出口袋晃啊晃 装饰回答那只是拖地声 没事 远景想进屋 极力阻挡一个多小时 直到远景报告地检材 攻坚破门 远景胡叫支援 带队冲往三楼 发现一名男子四肢受伤 抱着头躺在地上 看起来超痛苦 原来是双方有债务问题 称先为首六人集团 把人抓到民宅 用球棒爆打 导致陈南四肢受伤 紧急送一脊救 全案一 妨碍自由 及伤害罪 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六人集团手段凶残 乘生夜四下无人 为了债务纠纷 把人抓到民宅 用球棒狂殴 遇上警察林姐还敢狡辩 好险被打男子 没有 生命违宪 记得来关张 林一荣 谈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